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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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血管炎之后 我当然去查探一下 究竟这病是如何来的 过程是如何去医治 然后我发觉到原来 在圈中有朋友的老婚 都有些类似的病 他也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但他不是血管炎 而是皮肌炎 就是免疫系统出问题后 引发到皮肤和肌肉发炎 结果他因此病 引发到肺衰竭而走人 自从知道这消息之后 更加害怕和紧张 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想过 这个病是会死亡的 当我确诊是患上血管炎之后 当时我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是冰 由早到晚都觉得自己好像在雪櫃里面 那种冰是很难解释的 是早上起床后 两只脚是紫色的 那我要立刻浸入热水中 然后手指就像硬到石头 我第一次才知道什么是冰到痛 为什么在冰天雪的地方 那些人会有冻疮呢 冻是一个很大问题 我由早到晚都要戴着很厚的手套 然后买了很多太阳灯 就是对着自己 一躺在那时 太阳灯照着自己 就睡暖箭 这样来保暖 然后我的睡房本来全是地板 结果全都要铺地毯 所以我感觉到舒服些 但长时间的人这样动发 你会觉得很痛苦 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痛苦 而另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的脚和手都不能移动 但最大问题就是 我的手指是完全没力的 手指没力是表示什么呢 是表示吃饭的时候 我拿不到筷子 如果真的要吃 我就要用手掌 拿起匙羹这样胃流口 另外一项影响到我生活 就是我签不住名 当时我就要去银行 带了女儿 就要换签名 要女儿帮我签名 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不能做到写字 瘦毛巾 都做不到 唯一可以做的是 我去厕所 还可以撕起厕纸 去帮自己做卫生 解决卫生的问题 但是当时已经觉得很痛苦 觉得好像很无尊严 另外就是 我不能走 不能走 即是要用双拐掌 但因为我住的地方 村屋有几层 那怎么下楼呢 下楼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要坐在第一级的楼梯 然后就是逐级逐级的摔下去 通常就是摔到二楼三楼 二楼我就开始哭 就觉得人生 怎可以去到这样呢 那怎么办呢 以后怎么办呢 到我真的要走出街 用双拐掌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那只脚 尤其是脚板底 好像是个洞 那洞很深的 我放在地上 我是站不直的 就觉得好像潜不到 很有问题 亦都是在那时候 我开始体会到很多东西 就是我 我觉得以前我婆 我婆丑大我 我跟她很亲密 但她到年纪很大的时候 走得很慢 有时我跟她出街 我拖着她 她走得很慢 好像蚂蚁一样 有时我忍不住 心急 哎呀 婆婆走快点 我常常以为她跟我撒嬌 因为她撒我 到我自己出事的时候 我知道她原来不是撒我 她是走不了 我很希望她有机会 我真的跟她说我对她不住 所以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她家里有老人家 譬如她跟她说是走不了 或者她做不了 其实她可能是真的有问题 我们要体谅她多一点 要疼她多一点 多谢 这个其实也是在我这个病里面 其中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 我想跟大家分享 很多时候我以为她怎么会做不到 有什么大不了 但原来她做不到就做不到 好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要去看医生 当时我的朋友 已经派了司机来接我 我还记得那部是七人车 我要上车 我当时拿着拐杖 放下拐杖 那辆上车就有个扶手 那便扶上去 但我怎样抬 怎样发力 我都站不到上车 我都走不到上车 没办法 我只是没力了 两只脚 我搞了很久 当时她派了司机来 她不在 我又不知怎样说好 因为我上不了车 其实那个级不是很深 但后来司机当然明白 他走过来 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呢 他就把我屁股一托 托上车 一上车我又哭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死了 好像很无尊严 那以后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但原来一个人生病 你去到这一刻 你就是面对这些很多问题 而且我也明白 为什么那时候 那些人说 狗病床前无孝子 或者病得很久 他就厌世 不想做人 因为很多事情做不到 你觉得很无尊严 那另外 我病的时候最大的问题 就是 因为我不能动 但是那些肌肉就不停流失 那变成我常常会抽筋 是经常抽筋 有时躺在床上 突然间 脚板就抽筋 或者小腿也抽筋 那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就唯有自己 你用两个手 就压住肌肉 不让它移动 但有时 你很害怕 因为它抽得很厉害 你不知道怎么算好 但你又觉得 没有理由 你去找白车 你都要解决了 这个抽筋的问题 但他经常 不是左抽筋 就是右抽筋 幸好 在两只脚 我面对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 我的肌肉流失得很厉害 因为血管发炎 血管就不会到的 血管就会堵塞 一堵塞 它就不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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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走 于是 你慢慢就发觉 为什么 人家说 你两只手臂 是否晒得多 你越来越黑 其实不是 是否有些气血不到 你没有血 那它就会黑 那它就会黑 亦是这样 我便决定 这样不是办法 我真的要找方法 去医治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 特别严重的病症 就是 我真的想过自杀 就是 我当时觉得口很苦 不能走 不能移动 都勉强去接受 但口苦 是你吃什么都是苦 当你吃什么都是苦 你是不想吃东西的 我当然问过医生 西医就答不了我 中医就说 是我皮很虚 所以你什么都是苦 但你早上起床 抹大眼睛 你喝一口咖啡 所有东西都是苦 又知道吃什么都是苦 你真的很厌世 于是我就跟自己说 我不可以这样下去 除非我放弃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一定要找医生 我一定要帮自己 调整身体 于是我就决定了 将整个人 由元朗搬去旺角 我就在旺角 混了一间酒店 我住在那里 然后我早五晚 都开始去看医生 患病的过程 当然很辛苦 无论是肉体 精神上都是很大的折磨 但我又很感谢自己 有这个性格 我很坚持 我不放弃 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没做 生命里面 很多事情我还想追求 还想看 我还想见到我女儿 结婚 生十元仔 抱孙 我明明出事之前 我交了很多钱 就要去荷兰坐荷轮去看花 旅行社都说 把那些钱留回 等我何时再去 我没理由放弃 我都要去看 于是我就决定 和自己说 你一定要坚持 我就展开了一个 尋找隐世医术的过程 我就很慶幸 我有坚持 所以我今天 还可以坐在此和大家分享